来坐下来跟这个政府坐下来 好好地谈一谈 这个总统必须有个决心 就是说他必须是基于保护主权 团结人民 蔡英文这一句 我愿意让总统等了好久 有几次的机会 其实大家都有机会 或许可以沟通 但是因为大概都受到婉拒 所以后来都没有安排成 520总统上任前 就想约蔡英文好好谈一谈 蔡英文当时没点头 6月考阶人士10月国庆 蔡英文都让总统持闭门根 1025大游行之前 轮到蔡英文主动开口 要跟总统就两岸议题 变个高下 这一次轮到总统兴趣缺缺 只要这个蔡英文主席 他很明确地说 愿意跟我们来进行沟通 而且对于这个商讨的议题 不要限制 我们永远是欢迎他的 那到目前为止 那我们也只是从这个媒体上 看到这个蔡英文主席的 这样的一个表示 双要见面都有大前提 连续四次没有乔程 到底有多少诚意 彼此信任有限 指纹楼梯响 谁也不愿先主动 绝对希望郭欣让程维如特别报道 我不是否定就是说学生们 极会有权利 但是现在的正当性如何 以及学生的这个范围 比过大人 因为现在大学录取率百分之百 研究所的研究生的人数 跟大学生一样多 那当年就是我们在从事 就是说这个学生运动 或者跑学生运动 那时候野百合运动 大学录取率百分之二十 现在是百分之百 差五倍 现在的研究生的数目 大概是我那个时候 我在跑学生运动的时候 我大概数十倍之多 好 那当这次学生 有学生素手 但是我还是强调 就是那些教授们 那些教授 因为大部分我都认识 跟我同一个世代 甚至有几位是我的同班同学 你们真的是 从学生运动的学生 变成是现在的学运教授而已 政治立场其实可以充分地揭露 大家再来谈 来 一起怎么看 看到这些学生 在那边静坐 又下雨 天天渐渐凉了 我第一个反应说 我女儿 我儿子有没有在里面 可能吗 担心的钥匙 应该不太可能 家教还不错 那第一个 第二个 都圈子骂人 这个谁没有经过 这个年少清凡的年代 是啊 我希望你们回过头来 将来到我们这年龄 回头检视一下 你当时的言行 看看自己对不对 那个我有一个意见 当你面对歇乡 歇乡村讲说 你是不是人 这句话 按你们的逻辑的时候 你们正当性就没有了 为什么 你对于那个警察执法 说你那个唱片行 执法过度 所以说后面 你受伤了 你活该 是这种理由吗 这种理由说不过去的 我同时向各位同学 传达一个观念 民主跟法治一定要对等的 假如说你只有民主 没有法治 或者说法治不足的话 你就变成暴民政治 你假如说只有法治 或者是民主 民主配套不够的话 那你变成专制 所以说这两个一定要平衡 那对于集乎法的部分 多少有一点点涉猎 那个刑度 刚刚我不同意忠信大哥 说讲的除罪化 那个刑度很轻 两年以下 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行政法 法延顶多是 三万到十五万之间 不痛不痒的 我认为说 至于说 所谓报备制 核准制呢 还可以容许讨论的地方 刚刚我也 刚刚那个 辉文也讲了 禁制区 禁制区的部分 一定要坚持 其他部分都可以讨论 但是我希望 为了要维护 民主跟法治的 一个平衡的地位 一定要加重其行 两年以下不够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希望加上 赤头工钱 这个重行 然后呢 让这个集乎法呢 让大家就说 你照着规矩走 不是说乖乖的 你可以达到 你抗议的目的 你抗议目的是什么 让大家都知道 觉得大家都很不满 但是我们不希望 有暴力 以暴力的话 你抗议的主题 全部模糊掉了 有话怎么看 过去好 那我从519 荣山市之界 一直参加到 去年的红山军 那我认为 任何一个集会游行 这是宪法赋予 人民的权利 我事实捍卫 我不同意 说限制集会游行 那我不同意 这个是宪法赋予 人民的权利 这个核心价值 我不去挑战它 但是我挑战的是说 你的诉求是什么 那第二个 好比说讲到禁制区 想想看 当年光华聊事件 我们在日本 我们到中国大使馆 前面去抗议 日本警察告诉我们 距离350公尺 你只要超过350公尺 他就打 绝对好看 他就让你好看 就是说 他说你们的诉求 我们尊重 但是我们国家的法律 你要遵守 所以350公尺 所以那个叫做禁制区 不是我们极有法 他们大概学生 把那个极有法的 禁制区的 什么总统 顾总统 官邸 等等那些 好 统统都搞混了 但是 从519的荣山寺之夜 到施明德的 红山巾 请问哪一次 街头运动 不是诉求明确 况且他诉求的层次 非常高 万联国会改选 那然后 因为 野百合召开了 国事会议 去化解两党的冲突 然后 总统直选 等这样子下来 那我觉得 现在的学生 你们可以静坐 但是你要为你们的 行为负责 然而 像包含蔡英文 王 王淑慧 跟这些教授 其实你们错了 集会游行 不管怎么样 你纵南队伍 你带走了 你还有一个总指挥 你要负责上后 你要断后 好 这一个 那第二个 任何的集会游行 像黄敬舰 我们那时候 跟他412游行 他是站在第一线 然后被拎走了 被抬走 对呀 就是说 任何一个党主席 你要有这种坚持 那 第三个 我们讲到暴力 事实上 台湾的游行示威 那你去跟韩国 日本比比看 我们的学生 太温和了 所以 从这三点 我来看的话 那一天 原山我也去了 那我的的确确是认为 当无人指挥的时候 这个场面 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所以 我是希望 静坐的学生 你们应该要注意到 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 中心大哥 对学生怎么看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我不讲了 但我要讲大一点 我要谈北京当局 把这个部费所长 取消 不能过来 其实这两个层面 这个新闻 北京当局这个信息 当然几天前是出来 但他把正式发稿是今天 电视对马英九政府一个非常 说 说好听是软钉子 说不好听是说 他可能说 你这个政府 你这个政府是无人的 无人 这台湾不是你在管的嘛 有这个意思 台湾不是你在管 我看陈宜宁起飞那一 那一刹他放松 哎 赶紧没事 我想这马英九 有非常严重的治理危机 其实 马英九不应该亮出底牌的 他在对报纸讨论说 对方称马先生也无所谓 这种话不能讲 已经底牌了 那事实上 既然你要讲底牌 为了称威要争论的话 马英九其实不要跟陈宜宁建 也没关系 不要建 我觉得不建最好 因为这个先生尊严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 在台北宾馆那七分钟 或者是很多这个 我们所不知道的交涉过程 我想北京当时 对马英九是非常不高兴的 非常不满意的 虽然他还是需要他了 所以这个 事实上我是在媒体 早就要说陈宜宁不要来 时机气氛都不对 我觉得马英九要好好思考 因为我了解 一定会发生这个事情 马英九的决策圈 苏起 高朗 杨永明这些人 至少现在跟他对话的 没有一个是本土的台湾人 很多还是你同学 我发觉马英九的生态圈里面 这样下去 对马英九未来的处理两岸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把它讲完 我把它讲完 我把它完整认识里面怎么讲没意见 因为这种对台湾本土的认知的不足 很多决策就出现问题 这个恒德灵系 政府海基会入委会国 这个恒德灵系 无问题 从上到下 总统后到第一线的警察都有问题 细节我不讲 那当然 这个更严重是 民进党的信任危机 贝德灵不信任 展现了作为民调 61%的民调认为蔡英文要负责任 但蔡英文不负责任 我觉得蔡英文应该都要表现负责任 都要去看那些受伤警察 一个做过政务官 做过行政院副院长的人 表示承担责任 警察要去看了 要对警察质疑 结果 所有的新闻里面 最早对警察质疑是谁呢 是陈云林 有没有搞错 这陈云林自己有没有搞错 我觉得我们的媒体都应该对警察辛苦 他在质疑说辛苦你们 认劳人员 我们都应该讲 应该由我们讲的 那我觉得这个事还没有结束 但是给马英九非常大的一个教训 对两党 胡志强说双输 民进党国民党都输了 那我觉得台湾是要言论自由 充分保障 但是言论自由跟遵守法律之间 这个动态平衡 大家在继续思考 我刚刚说过了 你说天空绿色没有意见 参与人论述我也尊重 我们都要尊重 但是有人违反法律秩序 包括你集会游行 当然是接受刑法 一直在这里 但是这个集有法 动不动马上变成暴力党也未必 我没有这个意思 是说大虾是不是从陈云林走了 好好来思考 我再补充一句 刚刚周小姐谈到 连战跟陈水美握手 我注意到这个 连战没战 连战根本看都不看他 对 我也在现场看到了 我注意到于事结束的时候 连战冲出去 我猜想他跑到厕所去洗手 连战 连战比陈水扁更早脱离现场 知道吗 就是阿比晚到 大家也让他晚走 他背了两小时冲去厕所 不是上厕所是洗手 洗手真的 好 当然这个 刚刚的中信讲的 就对于整个的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陈云林来的那段期间的一些事态 的一些新的发展 当然接下去有一个观察的重点 就是11月20号 连战要代表中华民国出击APEC 那个场合他会 他会见到胡锦涛 我相信对这些气氛 大概都会有一些处理 再来我也问了一些 就是说在这几天的时间 跟在陈云林身边 做近距离服务的人员 我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观察陈云林 在台湾的人脉 他说很清楚嘛 就是说陈云林 在所有的公开的场合当中 他亲疏远近是很清楚的 他的两个人 是距离非常远 一个是马英九 还有一个赖信源 之所以他镜头上面看到他 他都不看赖信源 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 接受赖信源 好我们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就继续聊